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男孩拥有两个身体的脑洞故事 坏未来 陨石男孩在着陆的时候被砸成了两半 于是他拥有了两个身体 他的上身有个装置,可以让他在两种模式里进行转换 当他把旋钮调到坏模式时 他就变成了残忍和充满了暴力的赵寇 所有坏男人该有的缺点他通通有 赵寇和活颜王搭档杀人无数,为非作歹 整日混迹于帮派之间 成天干着黑色勾当 当他把旋钮调到好模式时 他又变成了天真的少年孙白 孙白有一个喜欢的女孩,郑小燕 孙白知道郑小燕也是来自外星 她的身体里也住着两个人 只是孙白不知道郑小燕的第二身份是谁 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有赵寇在 孙白就可以一直当好人 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可以幸福地老去 后来孙白和郑小燕结了婚 可是八年以后,两人离婚了 原因是郑小燕竟然爱上了和孙白截然相反的赵寇 从此以后,赵寇再也没有出现过 再后来地球上发生了大战 人类为了争夺海域的占领权 所有国家都陷入了混战 最后地球上只剩下两个超级大国 大洋国和东亚国 孙白也加入了这场战争 他接到一个抓获敌国特务的任务 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 这个特务竟是自己的前妻郑小燕 原来这就是郑小燕的另一个身份 在一辆火车上 苍老的孙白和风姿绰约的郑小燕相遇了 两年不见 两人开始聊起过往 也说起了各自的生活 一瞬间 孙白激起了那些美好 可是过去的人和事 终究回不去 他死刑也不是来和前妻聚会的 郑小燕察觉到孙白的目的 两人在火车上开始了激烈的打斗 最后郑小燕被成功捉住 但孙白并没有将郑小燕交给上级 原来两年前的孙白刚入伍时 就成为了东亚国的秘密武器 他的血因为太特殊 一旦进入人体的循环系统 就可以控制这个人的中枢神经 这样的孙白就可以完全控制这个人 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让他们跳下楼 他们也会乖乖的听话 于是军方用他的血 去摧毁大洋国的所有国民 而孙白提出的条件 则是一张赦免令 孙白被抽干了血 所以他才会变得这么苍老 政府将他的血 撒在了大洋国的上空 就这样 孙白用欺一条敌国的生命 换来了一张间谍赦免令 解救郑小燕之后 孙白告诉了 郑小燕他就是赵寇 可是郑小燕说自己爱的只是赵寇 一句话就打败了孙白 在郑小燕的刺激下 孙白扭转学扭 变成了赵寇 并决定和郑小燕 老死不相往来 下了车之后 他却接到郑小燕打来的电话 郑小燕为了避免他遭受大洋洲间谍的追杀 于是将火车和孙白的身体一起炸掉了 而自己则坐在孙白的身体旁 他希望孙白能够用赵寇的身体 好好地活下去 如果以后有幸再见 郑小燕希望可以和他重新开始 他这才明白 无论郑小燕爱的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都只是他 郑小燕爱的是全部的他 包括他的好与坏 赵寇疯狂地奔向火车 可是眼前只剩下一片残骸 只剩下一具身体的赵寇 成为了新当选者鸡蛋的存在 他们害怕赵寇扭动旋钮 于是在他的身上浇注了五吨的混凝土 凝固后将他买入了地下 但是赵寇并没有死 因为他的头发还在继续生长 可是他却动不了 同时外面的世界也在发生着改变 人类很快就因为动荡灭绝了 一次火山的爆发 彻底消灭了人类存在的痕迹 地球变得无比安静 又一次火山爆发 几十万年又过去了 封住赵寇的石头终于裂开 唐僧缓缓走了进来 他此行就是要带赵寇 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去见那个他想见的人 赵寇从石头中爬出来 看见山川 河流 广袤的原野和升起的吹烟 人类文明再度开始轮回 而赵寇依然是那个少年 这部电影的导演 还有一部作品叫 《李献记 历险记》 同时推荐给大家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